大家好 2022年第76天 在去学校的路上 有些地方邮件已经涨到超过5块了 早几天看到布鲁克林的街邮站还是4块多 今天再来看看 有没有涨到5块了 跟我早几天在布鲁克林另外一个区看到的一样 我这次出来 要去学校接一个小男生 提前了半个小时出来 这样可以拍影片 我高中的时候 体育课会选择 先给朋友们猜猜看 我小学的时候已经开始喜欢玩排球 那时候还很爱看排球女将 其次我就喜欢 打羽毛球 现在叫我跑步应该一圈就动不了了 我也很喜欢打Baseball 胖球 学校有装修不知道出口有没有改变 先过去确认一下 先过去确认一下 问一问 学校的警察 这时候出来指挥交通吧 其实也看到一些 节奖在门口等了 就确定哪一个了 学校里面 学校里面我都有拍过的 今天我比较关心 到底现在纽约公立学校 学生有多少还继续戴口罩的 这样子大家都可以看清楚了吧 比我想象中的更要多 比我想象中的更要多 这样实在太好了 学生出来的都七七八八了 我竟然没有看到一个熟悉的脸孔 赶紧打电话 电话打了两三次都没有人接 大概是上课时候 关了静音还没有打开 我又马上发信息 原来他真的是在我眼前走过了 一边等他走回来 一边再看看 有没有在我的镜头里面 曾经出现过 前段日子我来过这个宠物店 知道有小鹦鹉 再次来是要找一种 鸟是可以更长命的 但是也只有这些了 看着那一只白色的还想要 小朋友说这些鸟都太大了 带他去买沙尾茨 小朋友在学校都吃不饱的 要么就不喜欢 就算喜欢也分量不够吧 朋友发信息告诉我 八大道58街火灾 这个画面看起来是我超级烦恼的时候吧 天哪 就像我的头发都打结了 好恐怖 也不是光光秃秃的 都好看 纽约布鲁克林 108大道58街发生火灾 看了一线门牌 开始在想我朋友住在749还是719呢 大火是从地下室开始烧起的 幸亏报警及时很快控制住火事 没导致大火烧向楼上 昨天没有更新视频 今天纽约另外一场大火在发生了 纽约法拉圣地铁口附近的美东商场 发生五级大火 现场浓烟滚滚 纽约各媒体自媒体纷纷到达现场拍摄直播 当局派出两百多名消防员灭火 幸好这一场更大的火灾 没有人受伤 而昨天拔打到那一场 就有四个人受伤了 好几个人都问我 你不是拍视频的吗 你怎么都没有去现场 不管有没有上班 其实我都不会想去的 除非我刚好在附近 刚好有经过 25岁华女杀死一名律师 最近纽约焦点新闻关注的 哈喽 麻烦 我想一磅牛肉碎 一磅猪肉碎 麻烦 这个我的生活日常视频准备结束了 谢谢观看 拜拜 你看看 别看 怪盈 ci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